哈喽,大家好,我是分享麻将机维修知识和干货的老宋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点什么知识呢 就是麻将机的测试功能 一个非常重要强大的功能 也就是每个麻将机维修工具必须掌握的知识 面板,然后 左边这个立柱上面找到这个档位开关 你看现在是03,我们把它按成两个零 现在04,这边这个就是减号 按成两个零 然后呢,有些机器的档位开关 在这个电源开关的旁边 你看,有的是这种形状的 这种形状的也是一样的 反正就是按成两个零 然后我们关电开电 就进入这个测试功能了 每按一下这个升降键 这个就对应一个电机的功能 你看,这个是中升的 然后我们按一下 就是变化数字升降键 任意一个都可以 现在就是大反转了 看见没有 然后我们按成二 就是输送的电机转 一样看这个槽这里 看见没有 一个键对应一荒 我们刚才是按的这个键 然后我们按这个键 看这里 这里,这里,看见没有 它一个键就对应一荒 我们再看一下这方 看见没有 一个键对应一荒 然后我们 看见没有 三 三就是机头 你看那里 拼着楼 就是那个机头 看见没有 然后我们看这个 这个机头 注意看这个机头 这个机头 看 也就是说 它每个按键 就是对应每一个方向 看 我们再看一次 看见没有 这边 看这个键 这个键 就对应这个机头 看见没有 然后我们按成四 看见 这里 我们 这里按成四 然后四 就是每一方就代表 每一个变身的结构 看见没有 这里 就是这样 OK 这个 测试功能教学到此结束 关注老宋 跟着马来当机 维修技术及知识分享 OK fundament 第二 有 Grund 再 多 这个 又 又 又 Zither Harp